問題是他們現在的五個人 他們又辭職又參選他們 他們是當事人 如果他們這五個人不辭職 就不存在一個補選的問題 存在一個空缺的問題 問題就是這五個人辭職 他說我們不是辭職補選更簡單 我們是搞公投 我們是搞起義 我問你了 判斷的東西是由他們當事人去說 他說是 我們可以爭著眼睛說話 或者是對於事實 事不見聽而不聞 是不是建制派全部都不做他們的話 我覺得如果他端子是東頭 還說是起義的話 就沒有理由不理會他端的 更加不應該說賠本給他 更加沒有理由不理會他端的 假設如果建制派說我派人參選 那又會不會去 這個本身都改變 因為只要這五個當局 就是造成這個空缺 造成一個補選的一個形態 這五個人他堅持咬平這個是公投 他們的所屬政黨堅持這個公投 實際上是起義的話 就不應該撥款 但是如果說這真是正常的企量 為甚麼一定要 因為他們說 很多人都會說 你我處理你以後會跟進 有得他們說 就是一個補選 問題就是我們要記住 香港是中華人民國 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 政核的一個特別的公區 既然現在兩辦 就是港澳辦中原辦 發言人談話 都說了五區公投運動 是迷之迷法的 中央已經一錘定音 我們作為特區 還要聽中央的話呢 要不要根據中央裏面的 一個憲制性的決定呢 但是你說中央說公投為法 但中央沒有承認這個公投 是沒有承認他的公投 但他現在問的是 當事人 當事人裏面 所屬政黨 和五個當事人裏面 他們堅持說這裏公投 這個是起義的話 他們說是就是 為甚麼戒政權在五個人 而不是香港政府裏面 這個他們是當事人 他們這樣做的話來講 而且不僅僅說是他們五個人 他所屬的政黨裏面 和他的派部裏面 都有相當部份人裏面 去應同這種說法 是吧 有相當部份的市民裏面 多多少少都是支持他們 那如果現在 那麼多人都會出來 那如果這個委員會代表 現在又不搞保險的話 是不是寧願去補充 這個 還有兩年多 那麼 到處空 以後都會去補充打解 影響整個立法會的運作 大大算 問題最重要的一件事 問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要清楚知道 香港只是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是沒有一個權利 進行一個公投的 更加沒有理由搞甚麼起義的 是吧 現在面對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合法的香港特區政府 搞甚麼去起義 那我問你 他正當性何在 是吧 既然中央已經一律 一律正定音 掛了公投違憲違法 我們還有甚麼理由 賠款給他 是吧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